其实对于成功的典范 在我看来呢 我在各种状态下 可能叫做三人行避 我是可以有不同的成功者的 在我心目中的这种 这种可以学习的方面 比如说一个非常优秀的成功的母亲 比如说一个非常好的棒的园丁 我觉得都是成功者 我觉得只要自己 某一方面能够发掘出自己的潜力 那他都有机会来成为一个 非常成功者